今日設計空間和大家參觀的單位 位於深井晉皇居 全屋以黑色作為主調 雖然會增加室內壓迫感 但設計師亦有不少方法 例如選用反光物料和拆走間隔牆 去提升室內空間感 這個位於深井晉皇居的單位 屋主特別要求要以黑色作為主調 不過建築面積只有800多呎 不算十分大 設計上有一定的難度 因為空間亦有限 而我們在顏色方面 亦用黑色作為主題 所以很多時候 令空間的感覺很壓迫 所以在物料方面 亦會選用有顏色的玻璃 例如清鏡 在燈光方面 亦配合不同場景的效果 令空間感更加強烈 地方有限 為了增加室內的儲物空間 客廳這邊地台升高了 可以被屋主收納集物 梳化背後 亦是一個電動升降的儲物櫃 可以藏起整部單車 屋主很少在家用餐 不需要長期擺放一張餐桌 於是設計師幫他設計了一張接合式餐桌 用的時候才放下來 桌椅也設計到可以藏在這一組組合櫃裏面 上來可以有比較多的活動空間 一入大門口的右手邊 有一個黑色的櫃 亦都內有乾坤 平時這也是一個鞋櫃 因為當屋主有客人來的時候 因為他不太方便去屋主的石手間 而另外裏面也是一個開放式的石手間 所以我們在鞋櫃後面也有一個客廁 給客人來的時候都可以用到 這個客廁雖然平時很少用 但用色一樣講究 除了黑色之外 亦都有屋主忠情的紅色 紅色的洗手盤 黑色的座廁 設計師說都花了不少時間去搜救 即使是廚房 屋主對用色一樣執著 要貫徹全屋的風格 所以除了櫃門 連抽油煙機也是紅色 細緻到連抹手布 裝簡易的器皿 都要用同一色系 全屋原本有三間房 不過只有屋主一個人住 屋主又想要有大一點的套房 所以索性將全部的房間打通 打通之後 主人房的面積超過300呎 可以容納一張能夠360度轉動的圓形大床 這個也是客人的一個私人影院 客人比較喜歡看電影 在這方面也是他的要求 所以我們設計了一張能夠活動的床褥 讓他在不同角度欣賞到電影 再配合燈光和影音系統 屋主就可以自身在電影院欣賞電影 房間另一個特色就是有一個全開放式的浴室 全黑色的按摩浴缸 這次計師說香港買不到 是屋主特別從意大利訂回來 要大約10萬元一個 另外又有黑色的水龍頭 和一套黑色的淋浴花灑迎合屋主的喜好 房間以黑色作為主吊 即使窗外的海景灰蒙蒙 感覺色彩也特別豐富